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么也代表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稻米文化真的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过现在这个养生概念越来越抬头 很多人都可以希望吃得健康又吃得养生 那么或许骨米料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今天现场来到了两位专家 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怎么样吃得健康又养生 欢迎食品营养师杜清荣小姐 大家好 我是清荣 好 我们再欢迎食品行销经理曾文辉先生 大家好 我是文辉 是 我们今天就要请两位专家来谈一谈 怎么样吃得最健康 其实很多医生都会说 是病虫口入 从我们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以后身体会不会不太可以 或者身体会越吃越健康 我们都知道台湾稻米在一年之内 大概要四到六个月才能够收成一次 所以我们都说农夫非常的辛苦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千万不可以浪费 那我们请营养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一颗骨粒从收割 到变成我们吃的这个白米 它中间的过程是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刚收割完 还没有做任何处理 也就是说它的壳是还没有去掉的 那这个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咬它 因为我们不是 太硬了 对 我们不是那个草食性的动物 是 好 那整个稻米在经过不同的加工过程 它主要可以分成三类 那主要就是糙米 然后黑亚米跟白米的部分 那糙米的话呢 它主要是在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还没有还没有经过处理的 那个刚收割的那个骨的 稻米的外壳去掉 那它有保留了那个米糠的部分 还有胚亚跟那个胚乳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你整颗米大部分的营养 它都是存在于那个 都是保留完整的营养素在里面 那胚亚米的部分呢 它就是把那个米糠 大部分的米糠去掉 那保留了胚亚跟胚乳的部分 那它的营养也可以算是非常的完整 是比糙米少一点点的 那白米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胚亚的部分也去掉 那就是我们只看到 它就只剩下胚乳 那里面的话 大概会 它里面的话 主要就是糖类跟热量而已 好 所以一般我们喜欢吃的是白米 因为觉得白米比较精致 但是其实它营养价值 可能就没有糙米 或者配亚米来得高 一般我们说多吃糙米 有助于排泄 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因为我们刚才有说过 它保留了大部分的米糠 所以它的那个膳食纤维 含量是比较高的 那你的那个膳食纤维 吃的量足够的话 它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 那就比较不会有那个 排便不顺畅的情形发生 那另外它里面也含有那个 很丰富的那个维生素B群 还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 那这些的话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情绪 比较稳定 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人压力这么大 所以你如果情绪不稳定的话 它其实也会造成一些身心症 会导致你的排便不顺畅 那这些营养素也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 B群这个营养素在白米当中有吗 它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非常少啊 对对对 那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是什么米 配亚米 这个配亚米 有吗 有啊 但是它因为它把米 应该是说我们的植物啊 它的那个营养素主要都是会存在外皮的部分 所以外皮很重要 所以你越是精致的东西 它的营养素含量就越低 但一般我们在浸泡这个米的时候 如果是用糙米的话 浸泡时间要比较久 对 因为它比较硬 对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女儿吃这个糙米 她就觉得妈妈今天的米有点硬 她就会觉得说吃的不习惯 对 可是真的是越来越多在吃比较原始的 这个最原始的这样子的食物 因为里面蕴含了更多的营养分在里面 那这个配亚米的部分呢 你说它有一些的B群 但是不多吗 含量会比糙米少一点 比较少 对 那在这个煮的过程当中 配亚米的浸泡时间也是比白米再长一点吗 对啊 对啊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糙米 配亚米到这个白米 它其实营养价值是有不同的 越精致的食物 其实你不觉得它虽然越好吃 可是可能很多的营养都在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已经流失掉了 好 那市面上还有很多添加营养的 所谓的这个强化米 那强化米又是怎么一回事 强化米 因为我们又要好吃啊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白米上面可能添加一些 这个它所缺乏的这些营养素 就是你吃的时候你可以顺便补充一下这些东西进去 那但是因为它是人控添加的 它比较不会是加天然的东西进去 大部分都是合成的 担心合成的 对 或人工的添加物 对对对对 反倒吃了并不一定的身体是一定有帮助的 对啊 而且它的价格也还蛮高的 对啊 另外添加东西一定会比较高一点 它价格大概会贵多少 嗯 这个可能要请你回答一下 经理您这个做食品行销很久了 那你对米类骨类也非常了解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强化米 市面上的确会比较贵对不对 大概贵两到三成左右 贵两到三成 因为它就是添加成分也很低啦 它只是做一个诉求 OK好 还有种叫素食米 素食米跟强化米也不太一样嘛 素食米它是诉求是泡过热水就可以吃了 所以它算是一个已经熟的米吗 嗯 对啊 它算是一个食品加工的一个产物 那个我是觉得它比较算 有点类似像泡米那种泡水就可以吃 就方便 假设你去 比方说你去登山啊 或者是你在有灾难的时候 那个物资取得比较不容易嘛 所以你带的东西只要有热水 那有些它里面可能有一些 嗯 有那个加热的东西在里面 你只要一打开它跟水接触之后 它马上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米饭热起来 那这样你马上就可以吃 OK 对 那它的营养价值呢 营养价值就跟白米就差不多 比较类似 对对对 OK 但是它口感就会比白米 除了营养价值差不多之外 口感上也不会很好 也不会太好 对 因为它是加热水就可以吃的 对 可想而知它是用一种很快速的方法 嗯 然后可能是应急啊 或者在荒郊野外的时候必须要使用的 好 那另外一种在日本我有看过一种叫做 掏洗米 掏洗米又是一种什么米 嗯 它主要是 像我们平常吃饭在洗米的时候 它主要是两种作用 对 那一个是就是把那个一些杂质 嗯 可能沙粒啊 或者是它那个去除米缸之后 没有完全拿掉的那个东西 让它把它清掉 对 那掏洗米的话 就是帮你先把这些杂质先过滤掉了 嗯 所以你不用再经过洗的这个过程 因为洗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素流失 嗯 就直接放进去煮就可以了 嗯 是 好 所以营养师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米 其实 呃 我们是每天都要吃米饭 但是怎么样吃哦 怎么样选择哦 其实在我们家哦 我们是 呃 本来是 呃 一天 比 呃 一个礼拜里面有三天可能都吃白米 呃 另外三到四天吃糙米混白米 嗯 那后来就是越混越混越混 我们现在越来越能够接受 例如说这个五穀米十穀米啦 或者是糙米这样子的吃法 一刚刚开始好像觉得说不太习惯 为什么我们这个饭要吃得这么粗呢 哦 后来发现哎 越粗的饭好像越有营养价值 好 那曾经理你自己在家里都吃什么样子的米啊 我一般是吃多穀米 多穀米 因为糙米来讲 它的那个壳是比较硬的 是 那多穀米它会加入一些其他的 其他不同的骨类之后 它可以中和这种不适应感 所以让你的口感会比较好 是 那小孩子还有大家的接受会比较高 结合度很高 所以现在还有一种多穀米 因为我刚刚讲的五穀啊 十穀是 好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种十八穀米 这个可厉害了 那你吃多穀米吃多久了 我大概一年多左右 一年多左右 对对 OK 你吃多穀米跟你之前 那你吃多穀米之前 之前是吃什么米 一般就是吃白米 那白米就是它只有热量 比较容易发胖 OK 所以说吃多穀米之后 比较能够调整整个自己的身体 身体的状况这样子 是 对 热量也不会这么多 对 热量 好 那营养师多穀米对身体的健康 的确是比较有帮助的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不能吃单一的一种穀类 像白米的话 像米类的话 它是会缺乏一种我们的必要的氨基酸 对 那假设说你只是白米 又不吃其他的 比方说蔬菜啊 肉类什么的话 一定会造成营养的缺量 营养素的缺乏 对 那 那那个多穀米的话 它因为含有各种的穀类 那每一种穀类它里面的营养素含量也不一样 那比方说像米类它缺乏的那个黎氨酸 它在豆类里面就可以来补充它 对 所以你搭配着各种食物去吃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吃进去各种你需要的营养素进去 所以说多穀米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穀类 各种各样的穀类跟豆类 所以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吸收各种各样穀类的营养 把不足的给它补回来 那营养素你自己也有吃穀类吗 我家里有在改善中 有在改善中 因为其实我们是白米吃这么久了 是啊 那口感都习惯了 对 那我们是有慢慢在尝试说 那我添加 就是在白米里面添加一些糙米啊 配芽米进去 是 对 那目前的接受度有慢慢的比较好一点 慢慢的比较高 对 这就讲到一个问题 我这边有个数据 说台湾曾经调查过 每100个人当中有47个人都使用过 杂粮古物来煮饭 不过有一半以上的使用者 都受不了这个 好像比较硬的口感 所以很少人持之以恒 但是 的确现代人很多的这个慢性病 都跟饮食习惯有关 那也有很多的数据告诉我们 其实多吃各种各样的谷类 把它当作是 我们的正餐米饭来吃的话 其实对于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就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到底这个十谷米 五谷米 还有现在有一种十八谷米 到底是有什么成分在里面 又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我们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其实这几年也很流行这个什么五谷米 但是五谷米现在 大家已经渐渐觉得五谷米不够了是不是 原因在哪里 五谷米因为它只有五种 它的搭配是比较单纯 那有时候它譬如说它糙米价比较多 它口感就比较差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多谷米的时候 可以多加一些比较Q感的一些产品 像大麦人 黑糯米 那像这种不要增加Q度的 你的口感就比较好 那譬如说你可以用配芽米来替代糙米 它其实营养成分虽然少一点 但整个口感接触很好 会比也比白米要好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五谷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退流了 现在都已经拉到十谷米 甚至十八谷米 原本的五谷米有哪五谷啊 这看每一家的 就是它就是把五种谷类把它凑在一起 就是每一家的搭配不一样 对 每一家的不一样 主要就是这个搭配搭的好不好的问题 是不是 有很多就是搭的这个搭配 让整个口感吃起来不太好 但是加入一些有Q度软度的东西 你就觉得摇起来是很舒服的 接受度比较高 也很香 也很香 好 五谷米之后就有刚才经理讲十谷米 那这个十谷米 它的选择也是因着各家而不同吧 对 像市面上有三十几种谷类 还有十几种豆类 那将这种豆谷类来混杂来讲的话 就看各家的配方不一样 那它想要诉求的营养值也会不一样 那豆类来讲的话 它有一些像刚刚提到一些里安酸的部分 所以说只要把这些豆类跟这个谷类 合理的一个搭配来讲的话 整个营养值其实都会比之前的五谷米 还有白米要来得好得多 那你长期在吃来讲的话 你不是只有只吃白米嘛 那你这样的营养值也更均 更均衡 更平均 所以十谷米之后 现在科技非常的进步 现在重视养生 真的是不得了吃到了十八谷米 这个十八谷米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十八谷米来讲的话 现在它的一个诉求来讲 就是说因为之前的十谷米 它是需要浸泡 那像夏天要浸泡两个小时 冬天要浸泡四个小时 是比较不方便 那十八谷米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就让它 譬如说绿豆 它用绿豆人来替代 那这样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免去做浸泡的时间 让生活大家比较匆忙的人 它可以尽快的一个料理出来 绿豆人啊 对 就是这个 哎呀 我真的是 还是有点常识的 这个就是绿豆人 所以绿豆用绿豆人来取代 可以省去浸泡的时间 是 那另外就是说之前还有一些浸泡序 就是可比较硬的一些产品 我们也选择用其他的一个谷类来替代 那再也就是说 这次十八谷米里面 它又添加一个配亚米片 配亚米片 配亚米片它是比较 它里面的成分是会含有GABA这个成分 GABA GABA这个成分它会让你的神经比较稳定 那这样来讲的话它会让压力比较大的人 或者是年长者他比较不容易入睡的 让他稳定他的心情 那这样他比较入睡 这样他整个生活的品质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发亚米片吗 对 就是这个吗 就是GABA成分在里面 是 让我们睡觉的品质也会比较好一点 对 OK 那我看到这个亚麻人 亚麻人主要的这个成分是什么 亚麻人 亚麻籽 亚麻籽里面营养师 这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成分 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吸收 它主要是那个 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一些那个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是必须要的脂肪酸 那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生理的机能 是 所以刚才经理讲了 就是里头有一些成分 其实我们一般在十股米或五股米 其实看不到的 对 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 我还看到黑糯米 黑糯米是不是 这个还蛮贵的 是 台湾的黑糯米跟发亚米片 都是杂量里面算比较贵的 那它的营养价值也有 比较充分的营养 比较要补血 比较补血 对 女生吃得很好 黑糯米 这样子 那这个有点橘橘的这一瓶是什么 在经理前面 是这一瓶 对 这个是红扁豆 红扁豆是什么 红扁豆它的产量也是非常少 那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那营养价值部分的话 营养价值其实营养是要跟我们补充 红扁豆有什么营养价值 那红扁豆的话 它里面主要是含有维生素B群 B1的部分 那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生理机能 让你比较有活力 比较有活力 所以B群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没有体力的时候多吃B群 对 但在这里面就有这样子的成分 所以我们从 白米 十股米跟十八股米的营养素的比较图来看 我们请营养师给我们看一下 到底白米 十股米跟十八股米 它们营养价值真的差很多吗 那这张图它主要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这十八股米 十股米跟白米 它里面的营养素主要差距在哪里 那由这个图的中心往外是 越往外的话表示它的营养的含量比较高 那我们先看绿色的部分是白米的部分 我们先看白米的部分 它除了那个热量跟有一点点的粗蛋白之外 它其他的营养素几乎是没有的 对 统统都没有 那十股米的部分的话 十股米的部分的话呢 它在热量 粗蛋白 膳食纤维跟钙铁这些 它的含量跟那个十八股米 十八股米有比它多一点 对 那同时它还具备了刚刚我们提到的 GABA这个成分 对 也就是说它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 是 所以从这边这个图很明显地看出来 各位 我们最好在我们的米饭当中 加一点这个骨类的成分 不然的话白米虽然好吃 但是怎么感觉它的营养价值真的不太高 我们都吃了好多好多年的白米 从小吃到大 对 所以现在养生概念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不断地去发觉 怎么样可以吃出更健康 我们就发现骨类的确可以吃出更健康 好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十八股米里面的 主要的一些成分还有骨类的选择 这一些是任何年龄层都可以吃的吗 十八股米 好 我们请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是因为营养均衡来讲的话 每一个年龄层群都需要 好 那无论是小朋友 小朋友来讲 他正在发展的状况 发育的状况来讲的话 他更需要这些更多的营养值 那对于上班族来讲的话 那面对现在的压力来讲的话 他是更需要透过这些营养值 而不是仅仅百米的一个热量 可以来满足他的 他透过这些营养值来讲 可以舒缓他各种身体各种的状况 那对于年长者来讲的话 他因为也会有一些健康上的疑虑 所以说他更需要这些营养 来补充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营养值 营养值 所以各个年龄层几乎都可以吃吗 对 我觉得其实对女生来讲 我们都说要预防我们到时候 有更年期的问题或更年期的障碍 其实痘类里面大豆一黄铜的摄取 还蛮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的选择 痘类大概有几项 痘类也有好几项嘛 是不是 像那个豌豆人 他就是豆类的一种 豌豆人 那其实我们都说女生在这个 不管是面对青春期 或者是怀孕生孩子之后 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 对女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营养师对于很多女生来讲 吃这个骨类 有没有很明显的帮助在哪些部分 像女生我觉得 女生比男生辛苦很多 尤其是现在职业妇女 又要工作 要照顾家庭 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压力大的话 就很明显的 第一个就是可能 排便就不顺畅 对 然后很容易那个 那个暴躁 逼怒 那我们如果可以多摄取这些 那个营养素含量 丰富的这些骨类的话 那第一个 它膳食纤维可以帮助 它排便比较顺 对 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的一些维生素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维生素B菌 然后钙啊 磷啊 这些 这些都可以帮助稳定她的情绪 那她心情好的话 人就会漂亮 人就漂亮 对整个家大家都好 这个很像广告台词 的确没有错 因为我们平常都会吃很多保健食品 例如说什么B群 然后这个综合维他命等等 那其实如果吃了这么多的骨类 其实营养摄取也都在里面 搞不好就可以把这个保健品 这个取代了保健品的这个地位 或它的效果 那其实我们平常在吃这些营养补充剂 它就是在补足你平常可能 没有吃到的部分 对比方说维生素C 你可能每天吃不到这么多的 那个蔬菜或水果 它就必须要从这些来补充 但是大部分的营养补充剂 它大多还是合成的东西 所以吃到我们身体里面 它还是要经过你的 会有些负担嘛 对还是要经过分解这些过程 对那还不如我们吃这些天然的食物 会来得好 是 那经理 你碰过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嘛 很多人就可能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骨类或米类 大概接受度都还可以吗 它就是要从慢慢去适应 我建议是这样子 那有一种 一般来讲的话 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你先吃那个 胚芽米 先吃胚芽米 胚芽米跟白米去 从白米换到胚芽米 对你可以以比例去换 它的那个改变不大 那再来就是说用胚芽米跟糙米去混 也是一比一这样慢慢让它逐步适应 那到最后可能是糙米一半 然后白米一半这样去适应 那当然现在就是因为有多谷米 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之后 现在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先如果说 比如说四份的白米 加一份的多谷米 其实来讲的话 它的口感跟纯的白米 其实差不了多少 它是多了一些多谷的一些香味 它的接触是非常高的 那你再逐步去减少白米的一个比例 从白米从三份 然后到两份 到一比一跟多谷米的一比一的比例 那是最好吃的一个状况 也是最营养的 你再讲一遍 白米跟多谷米的比例是一比一 就是最到最后是一比一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口感是最棒的 是最棒的 那我可以全部都是煮 这个全五谷米 或是十八谷米这样 是可以的吗 因为白米它只有热量 可是你在其他的菜类里面 或其他你都可以摄取到足够的热量 因为很多产品它也都有一些淀粉 都有一些热量可以产生 所以不用一定需要白米这个热量 那你从你日常生活中 一天三餐就改变了你 你这个白米的摄取 换成多谷米的一个营养值来讲的话 你整个生理各方面都会更好 好 刚才这个曾经理分享的这样子渐进式的 就像这个很多的小baby在换这个母奶 变成配方奶的时候都要比例调配 先从一天午餐里面 从一餐换成这个配方奶 这变两餐 然后这变三餐 所以渐进式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方法 也是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 也有吃这个谷类的多谷米 我觉得多谷米它的口感 其实不输白米 因为它的口感可能真的是调配的问题 口感其实很软 你跟白米混在一起 其实你也觉得说 好像看起来颜色很丰富 就觉得营养价值很高 然后吃下去嘴巴觉得 它的软度Q度都很好 其实接受度还蛮高的 我女儿她其实不太能够接受糙米 可她接受五谷米的这个程度还蛮高的 尤其她觉得五颜六色很漂亮 她就觉得说她要挑这个挑这个 有些这个谷米很厉害 它会做形状 她还把它切成什么 有点小化的形状 或者是这个爱心的形状 所以小孩的接受度其实还蛮高的 真的吃酒对身体的健康是蛮有帮助的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告诉观众朋友 怎么样从这个十八谷米 十八谷米里面我们要做出几道 很好吃又简单方便的料理 马上回来 好 既然多谷米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的话 我们这一段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一位 多谷米料理达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哪一些的料理既简单又方便 欢迎林问津小姐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文津 是 好 那我们先请这个问津小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十八谷米的营养价值很高 那煮十八谷米 这个是成品 十八谷米加上一比一的白米煮出来的这一碗饭 它的煮法跟一般的白米的煮法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大致上啊 它跟那个白米煮的方法是一样 那我们这个是十八谷米一杯 十八谷米一杯 然后白米一杯再加两杯的水下去煮 然后煮出来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再加两杯的水 对 那一般的这个多谷米啊 它需要洗吗 这个十八谷米需要洗 但是这个配方里面的话不需要浸泡 不会有让像吃那个糙米一样有那个硬硬的感觉 不会 这有调过了 所以我们洗的话也是按照一般白米的程序这样子 洗洗洗 也不用太过搓揉啊 不用不用 就稍微 稍微喇喇着来 调洗一下就可以了 好 所以很简单 那它加水刚刚讲说是 你这是一比一的白米跟这个十八谷米 加两杯水 对 OK 那跟一般的煮白米的方法其实差不多的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好 那它煮的时间会比较久吗 不会呢 一样是电锅按下去跳起来就OK了 对对对 满简 这个我会啦 对 很方便 好 那现在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既简单又方便的十八谷米的料理是 十八谷姜 那我们现场为大家示范一下十八谷姜的做法 它的材料有哪一些呢 材料就是一碗我们刚刚煮好的十八谷米饭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 放进这个 对 调理器里面 好 来 那其实蛮简单的 我们只要一碗饭放到那个调理机里面 再加入两碗的牛奶就OK了 哦 加两碗牛奶就可以了 对 那牛奶可以用其他的例如豆浆什么替代吗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对 好 两碗牛奶 其实这个分量应该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嘛 可以 浓蛋自己去调整 如果想要奶味更重一点 牛奶可以再加多一点 对 那如果说夏天的话也可以放冰块 就可以打出冰冰凉凉的十谷浆 也是很好的一个夏天的饮品 哇 好 两杯鲜奶 对 就要加水吗 不用 不用 好 这是夏天天气越来越热 这是很好的一个夏天的养生饮品 那我们一开始先用慢速 让它稍微打一下 就可以转到快速让它搅均匀 搅碎之后看到里面搅碎就OK了 这样子打会不会把它的营养成分给打掉 对吗 所以我们不建议太快速 对 如果说用低速的话 不要产热的话 它就不会去破坏到它的维生素 因为这个很方便嘛 对 在家里其实夏天到了 每天都可以喝一杯 每天早上精力无穷这样子 那我们看大概均匀了就OK了 好 哇 这真的很方便 是啊 其实就是把这个多谷米 煮了这个一锅放在电锅里面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妙方料理可以做 对 那好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前一天的饭 然后我们没有食用完毕的 那个麻冰起来 隔天早上也可以打一杯 这个经济十足的十谷姜 所以十谷姜在每个人家里 其实都是很方便来做的 那刚才讲到这个 用十八谷米加上两杯鲜奶 那就用慢速去打 不会去影响到它的营养价值 那大概 大概是这样 成品就是这样 好 那因为看到很多谷类沉淀在下面 到时候可以咬一些咬一些在里面 对 可以稍微咬一下 好 那我们也都 在场的几位贵品我们都来喝一下 看看感觉怎么样 谢谢 味道是非常的香 好 它其实也可以再打得再更 更绵密一点 对对对就是试个人的口感 那有些人可能喜欢喝到这一种谷类在里面的存在感 那你可能就可以打少一点 对 让它的存在感更多一点 的确是很好喝 谢谢 我觉得黑糯米的这个责任很大 我觉得黑糯米因为它很Q 刚刚也是咬到几口黑糯米就觉得QQ的 感觉还咬起来的口感特别好 它会有一些自然 你咀嚼越久 你自然的那种香气都会出来 那这样咀嚼好 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讲 对于影法族比较长辈来讲的话 可以促进它牙齿的一个咀嚼 对于很多的这个比较年长的长辈 因为它很多时候不太能够咬太硬的东西 那用黑糯米来帮助它咀嚼 也有营养价值在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刚才这个很简单 五分钟就可以做出来了 全家大小一家四口五口都可以吃 那再来这一道了稍微复杂一点点 可是我想也不会花你太多时间了 我们要做十八股的寿司 对我们示范一下寿司的做法 那一样就是刚刚我们煮好的饭 对十八股饭 那我们这是寿司器 我也要做嘛 对你起来 好 因为一般我们家没有这个寿司器的话 就直接用那个海苔 也是可以的 对那这寿司器它很方便 这是业者它开发的模具 所以很好操作 OK 就是比卷寿司还要来的方便 那说家里没有海苔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把饭填平 然后压紧实 压在寿司器里面就OK了 对其实蛮简单 这么简单啊 对这寿司器蛮好用的 好我们说公寓算其事 必先利器器 对这个寿司器 但是如果没有寿司器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好我们就煮这个18股米 煮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自己 在家里就动手来卷 好 也是很方便 那我们很简单 只要把它压紧实就可以了 压紧就可以了 对 好 把它铺平 压紧实 所以营养师你建议我们 多利用这种多股米 来做各种的料理吧 对啊 它就是可以帮助你 补充一些各种营养素 那像那个平常家里 如果不方便的话 就是你可能不会特别 为了去做寿司 去买这个东西 那像我们家小朋友 他就很喜欢 那个一般市售 那种小片的那个海苔 就直接加 我女儿也很喜欢 对 这样对小朋友也是蛮好的 而且小朋友也会觉得 自己动手做 很有乐趣 对对对 他就是很享受那个过程 对 好来这再给你 你需要吗 没有 还要再满一点是 对 满一点 跟这个容器铺平就可以了 好 曾经历你自己吃了这个多谷米 多谷这么久 一年多 你家里会用多谷来做一些料理吗 对 就是说它其实很方便 也是一个 等于营养补充剂来讲 对小孩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它这个也可以添加一些 比如说肉松啊 或其他的 在这个饭的中间 这样来讲的话 它做成寿司的时候 更好吃 小朋友更喜欢 好 我们铺平之后 再把这一个压上去 再把另外一个膜给压上去 对 好 压紧 压紧 希望我不要失败 压紧就不 要压很紧是吧 一定会成功的 好 里面有艺人 孕妇可以吃这个十八股吗 这个十八股当初就是 因为孕妇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艺人给排除掉 所以十八股里面是没有艺人的 对 已经把它排除掉了 压紧之后就可以脱膜了 OK OK 我来看看我脱膜的样子 真的很方便 就像经理刚才讲的 我们做完之后 成功 很压松耶 厉害哦 对啊 好 脱膜之后 脱膜之后 我们沾一点 文明四寿的这个香松 沾一些香松 或者刚才讲的包霸瘦在里面也不错 对 就是先铺一层饭 然后再铺上 肉松之后 再铺上一层这样就可以 OK 非常地简易 对啊 这个可以促进亲子的感情 现在很流行做这个亲子烘焙 或亲子一起动手做一些料理食材 所以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子做 而且营养百分百 很不错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素食店里面 就吃素的这个素食店里面 也做得很高档 然后里面的素食店其实都都是用这种多谷来做 他们的主要的主食 对 这样就OK了 哇 好的 非常地简便 看起来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 又很方便 所以在家里煮一锅这个多谷 你就可以一物多用这样子 好 那么第三道我们要来做这个稍微难度高一点点 但是应该也是很应景 这个再过多久呢 几个月吧 一两个月 好 十八谷的素粽 对 好 十八谷的素粽 首先啊 我们准备的材料 就是粽叶 那我们粽叶要先把它洗干净之后 瀝干 那还有就是我们准备的材料有栗子 萝卜干 香菇 跟这个树的豆仑 那这些材料的话 这三就是先都泡水 洗干净之后泡水 那我们先把这个萝卜干炒香 那炒的时候我们就是放入麻油 然后跟萝卜炒香之后 再加入酱油跟些许的胡椒粉 OK 然后这三个的话 先把豆仑泡水之后 然后还有香菇泡水之后 先香菇爆香 爆香之后再加入豆仑 跟这个粽子要先蒸煮过 我们先用电锅把它蒸熟之后 那三个东西再一起卤 那卤好之后我们把它分开 那等一下包会比较好 OK 对 那十八股米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四杯的十八股米 然后四杯的长糯米 再加五杯的水下去煮就OK了 好 那我们先示范一下包粽子的方法 来 我们先取两个粽叶 那粽叶的话我们就是一阵一反 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 把它捏起来 那像这个有破的话 我们就把它摆在里面 等一下包的时候才不会露馅 对 那我们就是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把它稍微折起来 那底部呢我们先放一些煮好的十八股米饭 它这个十八股米做成这个包肉粽里面的这个料理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外面的一些就是不管是超级市场或什么 它其实都是用骨雷来做的 对 这样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对 那我们再放入我们刚刚预先已经乳好的材料 比如说像这个豆仑 然后这个萝卜干 再放香菇 以及我们的栗子 那上面的就是料放好之后啊 我们再放入我们的十八股米饭 把它盖上去 对 把它盖上去 这个粽子看起来还蛮小的 初学者的话我们建议包小一点 包小一点比较好包 比较不会露馅 对 虚败率比较低 虚败率比较低 对 那如果说你是粽子达人的话 它就可以包满一点 要包多大就包多大 那铺好之后啊 我们就是把它折起来 把那个形捏出来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在蒸这个十八股的粽子的时候 它蒸的时间也不需要特别久嘛 就跟一般我们蒸粽子的时间是一样的 对不对 其实这些材料啊 都已经是熟的了 所以我们在蒸的话 只要蒸15至20分钟 对 然后我们再拿纵绳 把它绑起来就OK了 好 非常简易方便 对 对于这个用十八股 来做甜食的话 很多的小朋友喜欢吃甜食吗 或是点心 除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十八股姜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十八股姜啊 我们可以组成甜粥 哦 甜粥 对 组成甜粥也是很好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加一些 那个柜圆啦 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把它组成甜粥 然后把它边边凉凉的这样子 在夏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嗯嗯嗯 这个绳子有点缠住 因为没有勾起来 对 不好包 嗯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非常的简易而方便 我们这样一下下 十分钟我们就做了三个料理 我们做十八股姜 十八股寿司 还有十八股的素粽 这个素粽吃的 嗯 真的对身体是健康百分百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有更多讯息 要介绍给您 嗯 我们刚才告诉大家 怎么样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做出十八股的料理 既方便又简单又养生 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 每天上班都匆匆忙忙的 怎么样也可以让十八股 伴他们左右 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用到 或者是一下班回来 马上就可以享用到十八股 有什么好方法吗 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 你可能晚餐就吃了十八股饭 那可能多出的十八股饭 你就可以冰冻冷冻起来 用小包装冷藏起来 那在隔天早上 因为时间比较充促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直接打成浆 打成一个精液浆来喝 那如果说也有时间来讲的话 你还可以加个蛋 拌炒一下也可以 做成一个炒饭 那如果说是老人家 他想要吃的话 你可以快速地把它煮成粥 因为它已经熟了嘛 你只要加多一点水 把它煮成粥就可以吃了 好 这是一个好方法 请教一下营养师 我们刚才讲说十八股 其实孕妇是可以吃的 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加薏仁嘛 那对于有一些 有这个消化系统 比较不好的消费者来讲 他吃十八股 你也是OK的吗 基本上因为他是属于 那种消化不良的一个患者 那假设说他今天有在服用 那个胃溃疡的药物的话 那可能要尽量少食用 因为他可能会妨碍他药物的吸收 OK 那比方说他 而且他胃溃疡 他本身他的那个肠胃是有伤口的 你纤维质一直去刺激他的话 也会造成他的那个不舒服 好 那对于有肾脏病的这个消费者来讲 他也不宜使用过多吗 对 因为他那个里面还有比较高的那个甲离子 那他有可能会导致他没有办法 把那个过多的甲离子排掉 所以肾脏病患者的话也是建议尽量 就是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 但是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 其实18股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可以越吃越养生 好 那最后要请这个我们的料理达人 林小姐 再来跟我们最后 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这个18股 要怎么样去煮出 这么一锅好吃的18股 一开始食用的话 我们建议就是18股米加白米 1比1的比例 这样去煮的话 它的四口性口感会比较好 那就是说18股的话 我们就是加白米之后 把它清洗好 那就是快速的清洗 那清洗好之后 就是加入水的话 就是跟我们煮饭一样 用1比1的水 其实就OK了 那我们为了要增加 它煮起来的色泽 会让它更亮丽的话 我们可以在煮饭的时候 加几滴的油 对 加几滴的油 可以增加它的色泽的亮度 那煮好之后呢 我们先松弛 把饭松弛好之后 盖子再让它闷 再闷一下 对 这样子会更好吃 更Q OK 那闷好之后就OK了 就可以享用我们的18股米饭了 很简单 其实它要浸泡 它不需要浸泡 需要浸泡的 但是它水量是不是要比煮白米的时候 稍微再多一点点 如果说看个人的思考性 如果说你喜欢软一点的 我们会建议再加到1.2倍 对 那有的人喜欢它硬的口 就是那个咀嚼感的话 就是1比1就OK了 1比1就OK了 所以一点也不复杂 不像我们在洗白米的时候 有时候要浸泡 或洗糙米的时候要浸泡 这个18股是不用浸泡的 好 那么今天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了 怎么样吃出养生又健康 就从你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可以慢慢地改变 慢慢地着手 今天跟各位分享了18股的这个料理 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 可以让你越吃越健康 尽量少吃太精致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都还原到最原始的 从比较多股的 然后比较原始的东西去尝试的话 搞不好你可以吃到更多的营养素 祝大家都健康平安 谢谢三位来宾来到现场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